佛欢喜日结合民间的中原普度 希望大众都能够获得名养两立的功德 在佛欢喜日结合民间中原普度 让民众能为往生的父母消灾解难 七月份大部分都说是 俗生是鬼月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吉祥的月份 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民间的习俗 都是在门口 一家家夫妇在门口 这样的拜我们所谓的好兄弟 那我们是希望 把这样的吉祥业 就是把它集中 让大家觉得很有 有这种喜气洋洋 因为毕竟 释迦牟尼佛有讲 这个七月份是一个修行人 结下安居以后 是一个很多人成就道业的日子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是佛就称它为欢喜悦 那么我们因为我们在中国 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信仰 都是以这个鬼神论为主 那尤其是家家户门口 又烧那个金爪 又拜这一些 就是又烧香 这个也有一些乱 那环保来讲 有一些我们修行金 尽量少一点 那我们希望 借由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联合 大家一来普度 让大家习惯 这样佛所谓欢喜 这样子的就是 依照佛这样子的理念 让大家来集中 让大家来祈求 在这样子的 结下安居 一个释迦摩尼佛 带领那时候的群众 那现在延续下来 就是由出家众 他们在修行 那七月十五 七月十五 就是我们解下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十六号 有一个圆满的日子 那在这个十五十六 有一个叫做自知的部分 也就是说 世界梦想也顺便 会忏悔的忏悔 有得到证悟的证悟 农历七月十五日 僧众于智慑日 忏悔德政阿罗汉 让佛陀心生欢喜 因此也是佛教 所说的佛欢喜日 十方新闻 黄慧如邓正博 高雄采访报导